我要謝謝你 歡迎各位回來港台體坦123 崇哥, 今天的嘉賓和你很有緣 以前一起出去很多次比賽 或者在體院練習的時候 都可能碰過 今天我們這位嘉賓不是踩單車 他就是打羽毛球很厲害 也是世界女子先進了55家組別的 世界冠軍, 陳愛妮Amy 你好, 你好 好久沒見 兩位很久沒見了 一看到馬上說回以前的往線 1996年亞特蘭大 很開心 很開心 對, 亞特蘭大是香港代表 也有奧運資格 那時候就剛好奧運資格了 是… 打資格賽才能進去 對, 還有運合相打好像第一屆 運合相打第一屆 就是那時候開始 對, 之前那個沒有運合相打 你當時拿奧運資格就是打運合相打 運合相打 對, 奸不奸具 奸具 因為真的不容易 對, 不容易 對, 二毛球比人球拿奧運資格很困難 很困難 非常困難 打了一整年 還要打一整年 一整年的資格賽 對… 就是不停地比賽 對, 到處去打 對, 拿就拿積分 拿積分 是… 聽你說到其實之前 自己以往是打開雷單 是… 但可能在奧運之前 當時轉為打這個運合相打 對於你來說, 有什麼難度 很大的難度 首先, 因為我單打球員的時候 那個開球發折法那裡 往前就沒有那麼緊 現在運傷 突然間有一個男人是對手 是 就變成在開球那裡 經常都要開不了球 初初開始 即是緊張 壓力很大, 壓迫感太大 因為一開球就給對方那個 對, 反對手就殺下來 對, 這是問題 那你怎麼克服這個問題 克服, 其實第一個 首先教練就非常重要 當時的教練 對, 當時的教練 陳志才 陳志才 他幫我很多忙 因為他可以說是運傷的專家 是… 無論是技術上 教我怎樣去打運傷 還有心理上 他們都幫我找回一些 比如說心理的老師輔導 我也有 他們都用了很多方式 幫我提升這些運傷的技術 是… 當時跟你一起 拿到這個資格打運傷的 就是現在的總教練 是, 何一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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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有點相似的地方 就是我們真的很拼命 很拼命 但什麼球都去追 每一場比賽都很認真 但有一點就是 可能我們差一點 就是進攻力都需要加強 始終我們屬於防守球員 是… 變成我們打96年亞特蘭大的時候 應該是前16才能進入奧運 是… 我們第一場是16隊 對那個… 我記得說你對著你 當屆的冠軍 第一場就對他… 那時候我們好像是15分 是轉發球的 不是直接得分 是… 變成… 而且是不是一來就淘汰賽 淘汰的 就是不像現在分了小組打六次 沒有… 所以說比賽真是一個幸運成分 他們抽籤抽得不漂亮 對著冠軍 對, 冠軍不漂亮 就好像很熱鬧 每一分又轉發球又成這樣 是… 最後都是很難對 冠軍那個實在太強 但都拉鋸了很久 拉鋸了很久 是… 我們分數都得到很多分 但是就是贏不了 因為我們的打法可能也有關係 我們屬於那些守中防守 但是防壓… 最後又是打不死人 但是拍數很多 因為有轉發球 是… 所以好像很長時間 那時候打了很久 很久 我們好像記得 一局15分都拿了12分 是… 但是就是輸那個兩三分 也不要緊 其實實力相當 可以說 但是他們是厲害很多 是打法 是… 之後…經過過一次之後 發現可能你們防守型的球員 有時候都不利於比賽 會不會之後轉型一點 其實要再加強進攻 進攻 對, 因為你防一下防一下 找位 但是最後還是要吃虎 對, 沒錯… 對, 因為能夠對到冠軍球隊 也無憾 其實也無憾 我經常說一句話 2002年的世界盃 是… 是… 中國的足球 是… 騙了在巴西裡 是… 雖然輸了幾顆 但是… 可以對到他 他當年也是巴西冠軍 是… 真的死而無憾 是… 是… 全世界都會看著 那場球一定是很精彩 沒錯 也是… 也是一個好經歷 之後呢? 你打完奧運之後 接著怎麼樣? 我打完奧運之後 其實我自己… 因為最熟悉都是羽毛球 我一定是… 我又喜歡教球 你喜歡教球 我喜歡教球 對, 很有成功感 因為將自己最熟悉的東西 可以傳授給下一代 我覺得是很有挑戰性 是… 接著我都會開羽毛球用品店 因為自己熟悉的 沒錯… 就是這樣 那時候我一退役之後 我自己也一直有保持打球 所有的比賽我都有去打 是… 就是沒有定過這麼多年 就是分年齡的 分年齡的 分年齡 那就贏了 基本上可能有喜歡 難不了你 還有一件事是說 那個退役之後 那個十年 可能我剛剛好 又有一個兒子 我兒子也是打香港隊的 是… 不過他現在已經沒有打了 就是這樣 之前是打雙打 都是賀一鳴 是他的總教練 他又帶我們下一輩 是… 那個十年 又是沒有了自己私人時間 又是羽毛球場 又是帶那個小朋友 操球這樣 就是這樣 那你自己一退役 就成立了一個球會 球會 那你當初其實是抱著一個 什麼理念 或者去抱負去搞這個球會 第一件事 我就很想去… 就是教導下一代 可以真的可以培養 接我們的班 找珍光 這些是我自己的心願 是… 第二件事 我覺得香港人很喜歡運動 而且羽毛球就非常… 很熱滿 熱滿 超級熱滿 我就打算推廣 推廣羽毛球 是… 自己想做這件事 是… 在推廣的過程裡面 在場地方面 因為羽毛球 始終是一個標準的場地 是 通常是怎樣 這是我們每一個教練 都出現了的問題 就是沒有自己的固定的球場 固定的場地 對,變成很多時候 你要解釋給學生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會浮動 地點也會浮動 對嗎? 地點也會浮動 對,就是這件事 其實每一個教練 都遇到這個問題 都遇到這個問題 都是這件事 我想香港的學生都很明白 無論你玩什麼運動 很多時候場地都會很浮動 被固定 我想知道 你以前是運動員 然後又變成營造教練 但自己也同時有打球 你覺得這個過程 會否令你從中學到什麼 首先我自己的感覺到 如果你做教練 最好自己也不斷動 自己是跟著這個羽毛球的 發展的趨勢 對,而且所有的事情都會變化 現在都不同了 跟我們當時打的時候 對,真的 在說十幾二十年 二十幾三十年 完全不同 首先以前我們開球 雲箱這樣開 現在全部都是 為什麼呢? 其實是有原因 以前是向前的 現在是反手 正手開球 對,多數是這樣 現在是反手開球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你們問得好 是否全聯繫了那個補球 因為過網那個波頭的問題 是 會快點墜下去 如果反手 反手會比較容易控 明白,正義解決了你剛才說的問題 就是那個問題 不是一開球 人家就殺下來 對,這個真的不行 雙打通常會用反手開球 反手開球 單打就無所謂 單打現在都是反手 只不過那個位置站後左 為什麼呢? 因為單打還要吸收後場 對 如果你混雙 通常女生開球後就… 就在前面 對,男生在後面 所以你看現在所有的比賽 就是如果單打會站後一點點 對,他要準備全場 對… 就是現在其實國際團員 他一直都是看著那個趨勢 而不斷去改變那些制度 改變的制度 是令到那些球球打得好看 對,打法又不同了 所以就變化了 就好像剛才你這樣問的 那個得益了什麼呢? 所以我自己做教練的時候 就一定要去練 自己要練 練完之後 你就要去看… 看那個比賽和現在的趨勢 看得多 你就自然做 我們就會看得明白 這個技術有什麼變化呢? 我們可以把這些感覺和技術 教給我們的學生 所以為什麼我要動就是這樣 當然我也是因為很喜歡看舞球 當自己運動 這個也是我自己想要的 所以很少運動員退役之後 都繼續打 還要是去比賽 還要是你都打得很高 甚至是可以獲得這個先進組的冠軍 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你參加這個先進組的賽事 有什麼資格才可以去到 首先你要經過香港羽毛球總會的挑選 你就要把你之前的成績 你打了什麼成績就上報去做 這種可能就要討論 推計你是否適合去參加這個比賽 那有沒有說有多少個名額 可以被選擇去參加 這次好像我們有14個人 被選了去參加 但是到最後都可能不知道 我自己就看那些 因為35歲以上以下的 即是以上的 才能打的 對, 35歲 對, 35歲 就屬於先進 公開組的就不可以 35歲以下的 對, 越是年輕的就越難打 我看到35歲的那些 就直接那個技術 簡直就是奧運級 和速度力量 就是跟現在那個當打的 沒有什麼分別 幸好可能我老了 就打這些高一點的年齡組 即是那些可能剛剛在奧運 打完之後 剛退下去再打先進組 所以其實那個水準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 沒有, 現在看現在 現在當打那個CDR運 阿新 他那個都36歲 都可以打這些 但是現在他在打現在的比賽 人家還要每次都入決賽 你說如果打我們這些孫進組 那就是不能打 是… 很厲害 那你去到這個孫進運動會 這個羽毛球比賽 會不會見到很多以前舊對手 對, 全部都… 我打了應該是五場球 有第一輪一直到冠軍 打了五場球 第一場對法國 反而我覺得他應該不是打專業的 然後第二場的時候 那個英國那個 以前我們見過的 見過的 對, 就已經對到了 又擦身而過 對, 第三場那個 其實是最難打的 就是上一季的亞軍 對, 我因為沒打過 就不是種子 是… 將我抽… 抽到對他先 然後我也… 現在好, 有電視 可以看他打的東西 分析一下他的技巧 分析一下 就是你也簡直是有賽前的分析 有分析 而且… 就是看一個對手在哪方面 是… 還有好就是什麼呢 我朋友自己也是高手打羽毛球 我直接發給他看 他又幫我去… 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 教我怎樣打 我又是做到 做到之後 我又是…兩局都贏了他 所以真是… 知己知彼八點八勝 要的… 真的不是說笑 你一定要看他的對手 他在哪方面是強 哪方面弱 針對他弱的方面去進攻 他那個二號種子很高的 又有力, 德國的 他應該是很主動的… 很主動的 他一壓到你 進攻球手 特別我們這些… 比較叫做先進組的 那個起動比較慢的 我們一定是這樣 內熱 沒有那麼快進步 所以一定要避開他第一板 避開第一板 我就不開高遠球了 我直接… 免得他殺球 免得他第一板就控我 因為控著我的時候 我起動一定是很辛苦的 是… 有高手點我 教我怎樣做 我提點我 那我就開…追身球 去追身球 他… 對… 是追身球之後 他那一板…第一板 他就沒有這樣… 令到我這樣被動 那麼難吹 是… 是…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然後後面我打算打多板 誰知道我就發現了他那個… 叫做… 屬於心理是…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好的 是… 他自己… 因為… 上一屆他拿了押軍 沒有理由… 就是我又… 不是種子 這樣… 他沒有理由… 就是… 那麼難打的 誰知道拍數一多 他又出不了他的… 壓迫我的技術 之後… 是… 他自己就失球了 這些就是打多板 是… 那當然了 他可能沒有看你的影片 是… 以前是這樣 你就有看他的影片 看完之後 就做了一個分析 是… 然後就請教一些專家 是… 應該怎樣對打他 是… 一令到他嚇壞了他 是… 一直嚇壞了他 他都沒有想著… 為什麼我拍… 這麼難打的 是… 是… 然後後面第四場 就對… 那個… 應該是四進二的時候 就對到台灣的… 是… 台灣球手… 也很厲害 是… 他都是我們那批的角色 以前都見過的 見過的… 一起來都是… 那個又很高的 一七幾的… 很高… 沒有那麼高的 一七幾… 又是那些壓迫感很重的 但是我就發現他… 他的腳沒有那麼好 因為我看到他包紮 我一看到他包紮 我就想著… 我就要用… 我要守住第一板 是… 然後我如果多打幾板 應該可以贏到他 就真的是這樣 他走得不太動 是… 但是手法還在 是… 技術都有 技術都有 但是可能… 年紀又回頭 是… 可能就有點傷患 是… 走得不太靈活 是… 我看到其實你這次比賽 是不失一局之下 贏了冠軍 但是… 到了最後的冠軍賽 是否都是很大挑戰 還是都很順利地贏 都比較順利 但是這個… 最後一場就是日本的 日本的… 以前也是見過的 也是厲害的 都是那些… 我們舊的… 對手 對… 我反而覺得… 他的能力就不要… 這個… 台湾各個 對… 還有那個… 德國各個 德國各個強 是… 比較容易去控… 我是控制他的 就是這樣 就是… 艱難的在前面 已經在前面 已經破了 就是這樣 你去這個先進比賽之前 有沒有想過自己得到這麼好的成績 對… 沒有想到 純粹享受過比賽 有一件事很奇怪 我以前做運動員的時候 會很緊張 緊張的時候 簡直是運動成腹痛的 你知道了 運動員 但是現在沒有 我覺得很享受 而且我也沒有想到 會拿到冠軍 是 因為以前比賽一定要贏 現在的比賽 享受… 享受 反而豁出去了 是 打得比較流暢 比較流暢 比較輕鬆、舒服 發揮到 不過我回到家裡 也睡了三天 其實是很累 是,那個集中力可能很強 是 真的很興奮 世界冠軍不是很好笑 會 這件事是我以前年輕的時候想做的 但我沒有拿到 現在好像還了自己一個… 心願 一個夢想 心願一個夢想 很開心 回到家裡有沒有怎樣跟家人或朋友慶祝 真的會 我爸爸媽媽都很開心 真的說 世界冠軍 我說 是55歲 好嗎 厲害 我們在這裡其實都感受到 Emmy真的很開心 開心 可以是55歲的時候 獲得世界冠軍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稍後回來繼續聽Emmy說她的 宇武球心路歷程 繼續回來看《彈一二三》 重哥,剛才Emmy也有提到 就是拿這個世界先進羽毛球的女子冠軍 的過程是怎樣 看到其實每一局都不失地獲得金牌 也可以說是完成了當年職業運動員的夢想 Emmy,這個金牌 是的 就帶了出來給我們觀眾看 好的 你覺得這個金牌對於你來說有什麼意義 我覺得是完成了我年輕沒做過那些事情 年輕很想拿世界冠軍 但我都沒有做到 現在可能又是用七日羽毛球我自己喜歡的項目 我又可以保持著 可以拿到這次叫做55歲的世界冠軍 覺得完成了我自己的心願 一點都不容易 這個其次是… 這個其實是BWF所有的… 即使現在的那些比賽全部都有齊 是的 即是我們先進 變成先進運動會 都是一樣有這件事 但是就相差一樣 跟現在專業那些是不同之處 就是那個支票 沒有支票 全部都是一樣的 即是每一個拿了冠軍之後 都會有這個幫你… 就是這樣想著 就像香港小姐一樣 是… 我另外看到有一塊牌子 是 這個厲害 這個就是我1996年 入選… 香港代表隊 香港代表參加… 亞特蘭大奧運會 亞特蘭大奧運會 那時候是參加雲霜 我的伴侶是賀一鳴 就是這樣 時間也很快了 是 現在你覺得在世界羽毛球的發展 現在的水準為什麼… 說真的 不要說打那個 我們看也看不及 是 這些速度很快 是 而且很精彩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自己喜歡看羽毛球 現在都一直在看世界的專業運動員比賽 我個人認為 第一個是… 首先是科技 科技改變了很多 就是球牌那方面 對 那個科技進步了 不同了 就是因為那個科技 可以研發到那些球牌 就更加有殺傷力 更加厲害 對 速度更加快 對 各方面避震、保護 原來羽毛球鞋 也有特別的羽毛球鞋 有 不是我們一般穿的 一定是羽毛球專業鞋 一定要這樣保護 它有什麼特別 它是做什麼呢 因為羽毛球上網的時候 那個腳亂 急停 對… 特別現在很多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余藥接球 那些 對…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沒有 是… 就是那個縱心好像排球那樣 余藥接球那樣 現在速度快了很多 睡了 所以更加要保護 因為羽毛球是做的 應該科技越來越改變 有些穿… 你又看到那些人穿的 那些叫做壓力褲 壓力褲也是保護你的小腿 令到你可以起動快一點 爆炸力保護你的腳 不會這麼容易受傷 避免它咬傷 是… 這是第一個科技 但是更加重要 我自己發現了 現在的運動員的身體素質 不知為何強了很多 就更加… 這些不知是否叫做進化了 我覺得很厲害 營養好座 那他們的能力 是比起以前我們那些年代 不知為何更加強 身體素質 大部分很多國際的… 還有可能有些科學化訓練 科學化訓練 跟我們那個直接得分改變了 是不同的 我們以前是15分轉發球的 是… 有時你看一個球 轉來轉去 有時都比較悶 現在直接得分很有挑戰性 總之你未得到21分 根本是… 不知會發生甚麼事 是… 一定要得到21分 或者是… 刁氏贏到那兩分 是的 那… 這方面呢 我自己感覺到 是那個技術上就變化了 比如說好像… 有說… 鋁丹的話呢 鋁丹的時候呢 那個速度很快 速度很快呢 就跟我們以前不同 那個馬步很穩的 全部都不需要跌的 但是現在呢 因為速度太快 你不可以馬步運 就撲來撲去 這些事情改變了 是… 就因為可能跟直接得分有關係 就很多打法上… 就是… 進取了… 進取了,還有控球往前多 令到人們升球 特別是男丹 就是令對手升球 他就… 最主要就是要想進攻 男丹很多是這樣的打法 所以… 比如說如果好像防守 手中反攻那個 也有的 那個就要你的能力 本身是非常之強的 有些日本球員那些 防守能力是很強的 他那些就不熟以進攻型 現在我們… 好像世界一哥 那些安菜龍那些高的 那些全部都進攻型 很高 進攻型呢 他就是想著先控網 控網、控網 令到對手跳球 他就有進攻 是… 逼離跳球 是… 是… 我應該叫你教練 你這樣看很多球 那是否基本上每一場球 其實你都能夠分析得到 那個球員為何會贏這場球 我都如果… 都七七八八的 都七七八八的 就是找到一個原因 如果真的看不清楚 我會重複再看 可能我自己又喜歡看 還有我看球 還不是真的看熱鬧 我看他們的技術 看他們的戰術 我喜歡的 不知為何 是… 會發現了很多 跟我們以前不同的技術 那在比賽的途中 一些教練的提示 換句話說 就是對那個運動員來說 都很重要 很重要 而且這件事 跟我們那時候也是不同 以前教練 不能坐在校邊 是… 要靠自己的 但現在教練有提示 是非常好的 但是要跟這個運動員 本身的心理素質有關係 如果你本身是很害怕的 很緊張的那些 就算你… 教練再說都沒有用的 都很緊張 都要靠自己頭腦一片空白 是… 但是如果本身 運動員的心理素質好的話 就很容易提示 是 通常一般來說 是教練在哪個時候出手呢 就是在球員的… 開始失分 對, 失分 就是叫做惡劣的情況 還是… 失了一些不應該失的球 首先這個時候 就不能說太多 我很記得我那時候 才叔是我的教練陳志才 他不可以坐在我後面 但是他坐的位置 我已經知道他在那裡 他每一次就給我提示 這個提示就令到我做教練的時候 我又用了這一招 他是什麼提示呢? 他就… 他一直跟我說可以的 你可以的 這樣… 身體而… 不用說話 他很遠就… 那時候我經常都會找他 就是這樣 就是一迷惑的時候 自己是… 對, 看一看他做… 他會怎樣壓頭 這樣跟我說你可以的 這樣… 教練怎樣壓頭 真的信心會翻了 是的, 雖然他沒有告訴我 要怎樣打的 那時候我一定的時候 我自己就知道要怎樣打 這些可能就屬於心理數字 會比較好的球員來講 那現在的比賽在後面 其實要等到那個球 跌了落地 你才可以提示 不可以他當打的時候去提示 是的 明白, 一定要… 因為其實都很騷擾 一球球先圓了 是的 對, 比如說落地之後 你才可以在後面講 但還是要看運動員本身的心理數字 有時候真的一片空白 當你緊張的時候 我覺得今天 只是聽Amy說的羽毛球 我都覺得聽得很… 真的很精彩 而且我本身少看羽毛球 但我聽你說 我覺得很吸引我聽 是 你有沒有想過可能 將這個才能 可以運用在其他地方 即是你說 不知道為什麼我喜歡羽毛球 是的 是的 如果你說 就是… 令到羽毛球這樣吸引的話 就可問… 可以… 現在香港運動員 即是… 譬如說普及性 是很大的 是的 你可以將羽毛球這樣有趣的東西 推廣給 喜歡打羽毛球的人 當運動 其實是否好呢 這件事 是, 沒錯 即是非常吸引 其實羽毛球是很趣味 是的 很趣味 我想都是… 無論是一些大型的運動會 是 無論是一些電視台 都會將羽毛球和冰金波 這兩個項目 都放在一個重點的 觀賞節目 是的 Emmy人這麼開心 就拿了一個金牌 你接下來會不會還有一個 什麼目標想做到呢 其實… 就算我拿了金牌之後 我的生活都是一樣的 我都… 每一天都是照以前自己做運動員 那樣的節奏來生活 因為… 可能當運動 反而你不運動的時候 就覺得是不舒服 你的生活規律是怎樣 我的生活規律 通常我都會將我做起床 或者跑一下步 或者去拉一下筋 或者去做健身 一個星期可能打兩次到三次無球 就是這樣 練習就每天都練習了 也是當運動 對,就會上班 其實你一直都沒有退役 你也是一個全職的運動員 有一樣不同… 心態上不同了 有一樣不同的質量 和那個辛苦度 沒有以前這樣 強度旺大 沒有以前那麼中輸贏 對,真的這樣 但是非常享受 非常享受 接下來會不會有什麼比賽 或者下一屆會不會參加 是,如果是… 我想可能會… 雲霜 如果是… 有這個心願 對,如果雲霜 可以再拿一屆 我覺得是很滿足的 就是完美了 對,完美了 但首先要找到一個夥伴 是 同哥有沒有考慮一下 可以拍攝任何人 有沒有考慮 在下問過她 你問過她 現在訓練要太遲了 太遲了 要浸一段時間才行 要不然你去不了水準 那你自己心裡 有沒有心目中的人選呢 心目中的人選 現在還沒有運動 沒有運動 看看誰可以… 太沒推薦 是,現在要困難… 要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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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為要在專業以前打開 是… 而且要有一個高水平 還有一個受過訓練的運動員 而且要同年紀才會困難 對… 沒錯… 因為你都要限制年稅方面 對… 對… 看到今天Amy和你分享了很多 她對羽毛球的生涯、拿獎 以及之前練習的過程 謝謝Amy 謝謝 謝謝Amy 謝謝Amy